这个穿越者有多牛 不仅每天想着怎么潇洒 更是成为了史上第一贪婚 皇上 沛县百姓苦啊 茅草屋被大风吹破 一半的百姓露宿街头 田地的贫瘠 令人无法想象 农户辛苦劳作 一整年收获的粮质 竟然还没有剥下的种子多 每当微臣看到百姓的击苦 便心如刀绞 晚上睡不着觉 大人 沛县可是连续五年大丰收 今年的产量又创新高 粮食堆不下 必须要去隔壁几个县剿匪 多抓些贼人回来建粮仓 皇上 县里盗贼横行 县衙关满了囚犯 仍旧不断地有山贼 略解百姓屡抓不止 失业 县衙大牢里 现在还有多少犯人 回大人 从您上任半年后 百姓封一族时 沛县再也没出现过贼人 狱族贤的白拿奉怒 惭愧地想要辞职了 附近的百姓托家带口 恳求落户在本县 登记的人 每天在衙门口排起长队 光是上半年 就增加了一万户 好 争取下半年 再来一万户 皇上 县里官道 年久失修 道路崎岖不平 说负严苛人口 逃亡严重 眼前这个男人 穿越到大明初年 每个月都要给朝廷 写一封奏折 目的就是让杀官 不眨眼的朱元璋 别怀疑自己贪钱就成 大人 您将配宪治理的 繁荣昌盛 却不宣扬出去 朝廷如何会知道 您自己又如何升官发财呢 升官有什么用 身头就是一刀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 睁开眼 看到十几个美娇娘 有钱在哪都潇洒 懂吗 大人高见 反正不正思都没咱大人 摊的银子多 送去驿馆 再通知怡红院 今晚我过去 花魁头牌都给我留着 大人 您每日左拥右 抱喝酒听取 实在有损生育 本大人辛辛苦苦搞建设 为佩献繁荣 操碎了心 还不能享受一下吗 此时通往沛县的官道上 一辆普通的马车缓缓前行 上面正是威富四访的 大名开国皇帝朱元璋 卧槽 爹 您快来看 这路和咱们走的不一样 什么路不一样 大惊小怪的 这是什么路 第一次来沛县吗 这路是县令设计建造的 名叫马路 你们的县令是个好官 那当然 咱沛县县令方圆几十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你们不是咱沛县本地人吧 对 我们商队出来乍到 想在沛县碰碰运气做生意 那你们可算是来对地方了 自从宋颖大人来沛县 当县令以后 沛县一天比一天好 用县令大人的话说 老百姓手里有了钱 商人的生意才好做 了解完情况过后 朱元璋对县令送颖的 印象十分不错 接着一行人就进了城里 打死人了 快报官 封锁赌方 赌方内所有人等不得离开 按次序单独审问 赌方主要负责人带回县阳 嗯 好呀 若所有捕快都能像沛县这般办事效率 那天下就太平了 这赌方恶由恶报算是完了 玩不了 嗯 什么叫玩不了 我看羊的捕快没有要包庇罪犯的意思 包庇坏人自然不会 您是外地来的吧 大概不知道赌方是咱们送大人入股的 您等着看好戏吧 看戏咯 看戏咯 岂有此理 大明的官员竟然入股 开设赌方 鱼肉百姓 当街打死人 随后县衙前的明渊谷被敲响 众人挤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 却一直没见县令送你 按大明律 凡有人敲响明渊谷 县令必须立即受理案件 送引人呐 这位老赵宁别急 咱们县令肯定是去怡红院照顾生意了 一时半会而不能完事 敲骨也不是要明渊 只是通知宋大人快回县衙 咱今天要好好和这县令算账 老爷你也别太气 天下总还是有好官的 随后马皇后就带着两个儿子去找客栈 朱元璋又等了半个多时生后 县衙的大门终于打开 好你个佩见县令 朕倒要看看 你想怎么包庇赌方 但凡出一点错 朕马上把你包皮冲草 挂成墙上衣井校友 堂下何人 状告何事 大人 赌方外发生斗殴 刁民王小六不幸身亡 阳氏 捕快所说案情是否属实 可有错误 GG属实 好一个斗殴 好一句刁民 欺负百姓不懂律力 王小六在赌方挑衅滋事 与赌方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斗殴身亡 判决赌方 停业整顿三天 王小六之前 所欠赌债一笔勾销 再赔偿白银 八百两给杨氏 赌方工作人员李二狗 失手打死王小六 账则一百 另外赔偿 杨氏二百两银子 本县令判决完毕 双方如有异议 现在当场提出 若不提出 是为接受判决 我的天 八百两再加二百两 汪小六的老娘发大财了 怂大任判了好 草民没有意义 我等接受惩罚 白银立马赔偿 临捕头 你派两名捕快护送杨氏 把银两存到钱庄 本案了结退堂 很好 一条人命白银一千两 钱庄是不是也有送银的股份 钱庄这种大买买 没有县令大人入股 你敢把银子存进去吗 这相当于赔偿给杨氏的银子 又回到了宋银手上 我定要把这些欺压百姓的狗官杀绝